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祭第190回 自爬老者听了冷月师太的话之后脸上不经流露出了失望 虽然老夫早就料到了道友的回复 但还是觉得可惜至极啊 好吧 既然这样那你我两族只有刀枪相见来决定大选的真正归属了 说完这话当即他不再废话大修一抖身形一动向后方飘然而去 冷月师太则在原地冷冷看着紫袍老者回到了海族阵营 这才一个转身同样向人族方向积持而去 片刻过后双方阵营中约好了一班同时开始了异动 人族阵营中筋骨之声顿响啊 当即各宗中阵阵骤之声此起彼伏 五颜六色的光幕一层层浮显而出 并化为成一片片将下方人族照在旗下 对面海族就在号角声中身下海水骤然滚滚向上方卷起 并纷纷凭空衣服在每一名海族人身上化为了一层层蓝色的水墓 而按照修为高低不同 每名海族人身上衣服的水墓层数也大不一样 一些修为低下的不过一两层而已 一些修为高深的则有四五层 这边海族人身上水墓护甲刚一形成就一团团蓝光 从水面中冲天而起凝聚成了一只只蓝色大手 凭空向对面压了过去 同时密密麻麻的海兽也一张大口 顿时小到水溅 大到水柱的各种水属性法术攻击狂涌而出 顿时呢 人族那边轰隆隆之声大响 无数光芒水雾在各个光幕上凭空暴力而开 让这些防御纷纷震荡狂闪不已 一些防御力略弱的光幕则当场粉碎 里面人族弟子立刻被随后而至的各种法术攻击淹没了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 在一名人族凌湿的怒吼之下 当即天月宗一方忽然有十人呢 从光幕中无视攻击冲天而起 并且同时一仰手纷纷画放出了一口飞剑凑在一起 然后滚滚剑光一凝 一道实际正常的金红破空飞出 只一个闪动就到了海族阵营 并且一阵狂闪缭绕 无论皮操肉厚的海兽 还是身披水墓的海族人 一被巨型剑光波及 就纷纷化为血雨散落而开 转眼之间呢 就有近百名海兽海族人 纷纷陨落在了此道剑光之下 找死 一座福岛上 某名海族强者剑子当即大怒一声低喝 单手只是一掐掘 顿时 剑光下方海水一分 某只母血大小的青林巨手一冲而出 竟一把将剑光抓到了手中 然后五指用力一捏 当即将粗大的剑光捏得寸寸碎裏而开 重新的化为石口飞剑一散而落 当即那十名催动飞剑的天月宗灵师 身躯一颤 同时张口攀出了一团精血出来 显然哪 海族强者这一击 就让他们均都负伤不清 可就在此刻 人族中血色宫殿上空忽然滚滚血污一凝 竟凭空凝结成了一柄 七八十张长的血蒙蒙的巨刀 只是从前方的虚空一展 扑了一声 大天的血色韧光一脚而逝 就冲入到了海族阵营当中了 当即惨叫这声大起啊 大天的海族海兽都在血光当中化为了血雾 并且附近其他海兽一族呢 一接触到这些血雾也纷纷的皮肉融化 当即毕命而亡了 血刀大法 血灵道友 你真当我们海族中人没有化精强者了吗 还刚落 海族中猛座福岛上一道银色人影冲飘而起 抬手就往人族这边虚空一展拍出 当即两阵中间上空拨动一起 一只山峰一般的银色的巨掌虚影凭空浮现 向人族这边狠狠一拍而下 可与此同时啊 人族那座黑色的山峰上 最有一股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 青红两侧光霞一剪过后 一道赤红光柱一喷而出 只是一个闪动 竟然直接击中了银色巨掌虚影 轰的一声巨掌过后 银色巨掌当即被滚滚火焰包裹 随之同时一闪凭空消失 赤羊原来是你 正好上次大战你我还未进行 现在正好再次交手 被荧光包裹的海族化精强者 一见此景当即怒激而笑 银言道友相邀 赤羊怎敢不从 跟我来吧 黑色山峰中顿时传来冷冷的声音 接着火光一线 一团青红两色光球一冲而出 奔一侧天边击射而去 荧光中 海族强者见此黑黑一笑 当即也化为一道银色金红 急着而去 董道友 你我两族若不想 我等交战剥迭其他人 就像以前那样 所有化精存在 钱都离开此地 我等另找一处战场交涉如何 老夫也正有此意 海族福岛上 一道人影腾空而起 正是紫袍老者 如此一来 无论人族还是海族 所有化精强者 均接二连三腾空而起 纷纷化为各种顿光 朝同一方向 击射而去 他们 倒也不必担心 对方呢会隐藏留下 其他的化精强者 对自己这边 大开杀戒 因为他们所选战场 不会离开此地太远 只要说一接到消息 他们立刻就会及时赶回来 况且对他们这些化精器 强者而言 能牵扯或重创 灭杀一名化精器对手的话 可比回战场上 击杀一些低阶弟子 要强上无数倍 于是 等两族强者全都离开之后 人族这边能发号施令的 自然是各宗掌门了呀 而海族那边呢 则是一些仅次于化精器强者的 明夜镜后期存在了 双方在两族强者增影 在天边消失的一瞬 几乎同时呢 展开了各自压箱底的手段了 只见九窍宗这边 忽然门下弟子 纷纷抛出了五颜六色的圆球 然后一阵机关响动之后 就化为了一只只体型各异的 兽型傀儡 汉不畏死的向海族阵营 狂冲而去 同时那只青木长池之上的人形傀儡 则体表灵光闪动 纷纷化为了整齐队形 也腾空飞起 一同冲向了对面的海族 他们尚未真的冲到海族阵营中 就配合先前兽型傀儡 放出了密密麻麻的一片箭矢出去 而青色木长本身呢 则一阵闷想过后 在面对海族的一面墙壁之上 竟然凭空裂开了 一个个黑糊涂的孔洞出来 并从中探出了一根根 水刚粗细的银色的管子 雷鸣之声一响 一团团巨大的雷球 竟从管中一潭而出 往海族阵营擦了过去 所落之处竟是大片电湖缭绕 而那座血色宫殿附近的血雾中 则怪叫之声一起 从中飞出了大片血红色的巨幅 每只啊都有持续来长 密密麻麻的 足有四五百只啊 一窝风呢 也冲向了对面 只有满鬼宗这边 算是动作最慢的 但也在满鬼宗掌门 神色素然的一声令下之后 一排排弟子呢 掏出了一张张符禄 往空中一抛而去 然后 纷纷的两手掐绝一摧 当即这些符禄迎风一晃 爆裂粉碎 化为了一团团漆黑的 阴气弥骂而开 转眼之间 整个满鬼宗的阵营 全被阴气淹没了进去 但是下一刻 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 这一吼就从阴气中传出 接着 一个古怪至极的绿色光阵 凭空在黑雾中心闪现而出了 砰一声 一只黑油油的巨爪 从光阵当中一踏而出 随之 另一只黑色的手臂 也一闪而现 接着一个七八丈高大的 无头的巨鬼 就从光阵当中缓缓爬出 此鬼虽然说没有头颅吧 但是身上遍布粗黑的鳞甲 同样 手臂大腿等四肢 更是遍布着 一根根黑色的骨刺 背部则生有一排 奇长的绿色棕毛 这无头巨鬼一现身的瞬间 两只手啊 只是往那高空一张而开 一声鲜甜传出的吼声 就从他的体内传了出来 同一时间 云川大陆海域某个巨岛深处 一个被藏藏进至封印的法阵中心处 一颗头身双脚的猙獰的头颅忽然微微的颤抖了起来 就让整个封印法阵都跟着光芒大放 附近庶民负责监控封印法阵的海族人见词 当即脸色大面 慌忙的从身上起出了一叠叠五颜六色的俘虏 一窝蜂的全都贴在了恶鬼的头颅上 当一层层的进至光芒闪动而起后 恶鬼头颅的异动终于渐渐的平息 再次的恢复了平静了 而在大险边界处的战场震撼人心的一幕出现了 就在恶鬼发出记号的时候 四周滚滚阴气当即向其身前滚滚而来 顷刻之间就凝起出了一根十余丈长的黑幽幽的巨棍 去 后面巨州上的蛮鬼宗掌门手中已经多出了一枚黑幽幽的令牌 一箭此顶当即单手掐掘 持令牌冲巨鬼一点吩咐道 这无头巨鬼啊 虽然就是那失踪多年的蛮力鬼王 此刻在令牌法掘一催之下 当即大步一动 就手持巨棍向对面一脉而去 这蛮力鬼王 没走出一步 身形就骤然暴涨一倍啊 几步 身躯就已经长到了数十丈之巨 手中的阿棍也随之巨大上百丈 只是两手一握就从对面摇摇砸下 轰的一声过后 一道十余里长的淡灰色的棍影当即在海足上空浮现 发出了嗡嗡之声往下落去 下面海水当即在无形距离下一分而开 竟被灰色的巨棍虚影硬生生的切成了两半 一阵地洞山摇过后地面上硬生生的显露出了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巨大的沟壑 深处附近的海足海兽自然是死伤大半 蛮烈鬼王一棍之威竟然强大如斯 就在蛮鬼僧的无头鬼王现身同时 烽火门所在的黑色巨峰上则青红两色光霞一卷而出 也凝聚出了一青一红 两只体肠三十多丈的巨鸟发出了尖鸣飞一扑了出去 一只双翅抖动之下 密密麻麻的锋刃向前方袭剪而出 一只一张口则一团头颅大小的火球狂喷而出 九峭宗的那所青色的木城 上面傀儡尽数离开之后 也在轰隆声中一阵模糊变形 化为了一只身高数百丈的人形傀儡 两只擒天俱闭一台 冲前方一指 当即呢 从指尖处喷出了一道道乳白色的光柱 划破了虚空 落在了海族大军中顿时横扫了一大片 至于说天悦宗中弟子啊 在一杆临时催动之下 纷纷组成了大小不一的剑阵 合力催动一道道数丈长的剑光 也冲对面一展狂展而去 而元魔宗等三大外来宗门 则在众弟子其心催动之下 也分别召唤出了一张绿油油的巨大的鬼脸 和一只身高十里丈的七色的海蝶 一个针口喷出了无数阴森的魔蜂 一个则双翅顺风一抖 密密麻麻的艳丽的银粉一飘而出 被黑色魔蜂卷入的海族人海兽 提表水墓连同自身肉身就飞快的萎缩消失 而沾染到巨叠银粉的海族呢 则片刻之后满脸赤红 身躯颤抖 并最终从口鼻当中喷出一股股赤焰 自焚而亡 就在人族这边各种手段进出的时候 海族那边也是丝毫不甘示弱 在阵阵骤雨声当中 海族竟然用大量的海水凝聚出了 五头数百丈高的蓝色的巨人 虽然说头颅四肢均都齐全 但面上蓝莹莹的光滑一片 没有任何的五官 并且两手中啊 全握着一柄同样用海水幻化出的百丈长的巨剑 这些水巨人 刚已现身而出 立刻就两头迎上了蚂蜜鬼王 一头则冲向了那边青木城池所画的傀儡 剩下两只呢在海族前方不停的横飞 那些飞来的血浮和下面蜂拥而来的傀儡兽 十几头体型惊人的海兽 也均都冲出了海族阵营 对着人族阵营的光滑就是一阵梦冲乱撞啊 其他密密麻麻的海兽则一部分冲向了傀儡兽 一部分呢则紧随其他巨兽疯狂的攻击人类防护的光木 更让人吃惊的是 海族上空的黑云中一阵刺耳坚明之声响起之后 忽然从中冲出了十几头体肠三十丈的白色鲸鱼 周边呢全都悬浮飞动着百亩大小的大片的海水 在这些海水当中隐约无数的荧光闪动不已啊 正当人族这边高层为之一正的时候 空中海水中嗤嗤嗤声一响 就从中飞出了不计其数的银色飞鱼 每一只不过是手指粗细 但均都是背生肉翅 满口细小的刘阳 着眼之间就扑天盖地的冲入到两阵间了 无论人族防护光木 蛮力鬼王 大小傀儡 血服 巨蝶 鬼脸 几乎全都是他们攻击的目标 让人看了呢 不禁毛骨悚然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 人族中不知道谁一声命令 忽然前排诸宗弟子头上光木骤然一散 所有人一声呐喊过后 纷纷趋云向对面冲去 对面海族人也在一阵号角声当中啊 同样望我的一涌向前 眨眼的功夫 海族人族双方终于混战成为一团了 一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计 第191回